老大,你快看,前面那个是谁,好像很强的样子,他怎么来这里了? 我知道个屁啊,我们先稳住,看看他到底想干什么。 你们好呀,听说你们这里有个大魔王,叫什么被没求,经常欺负小朋友,我得到小朋友的召唤,叫我来教训一下他,你们知道他在哪里吗? 我去,居然是来找我的,这个人看起来很强的样子,不过看起来老子有点不好使,我就先骗骗的。 超人大哥,你说的那个人,我知道在哪里呀,那个人头上长了两个官,一天到晚嚣张跋扈,老是叫我们干坏事,我真就带你去找他。 超人大哥,看见了吗?你看他,现在正在擦车,那辆车就是他从我这里抢来的,你今天一定要为我主持公道呀。 你放心,今天既然我来了,我就要承恶扬善,你们几个先在这里等着。 于是超人哥哥走到赛罗面前,一招冰封术,直接将赛罗冰封了起来。 你到底是谁,怎么一上来就把我给冰封了,我可是好人呀,这到底是怎么回事。 好你个被没求,一天到处做坏事,还抢别人的车,今天就是小朋友叫我来收拾你的。 超人大哥,你找错人了,我是赛罗呀,不是被没求,我是好人呀。 每个坏人都说自己是好人,你就别在我面前演戏了,你们几个赶快过来吧,我已经抓住了被没求,你们几个快来拿回你们的车吧。 太感谢你了超人大哥,以后我一切都听你的。 赛罗你这是怎么了,是谁把你冰封了,这到底是怎么回事,被没求这事不是你干的。 迪迦你可别乱说,我可不叫被没求,我叫赛罗,你怎么可以在超人大哥面前撒谎呀。 你们两个别吵了,你们还是投票吧,我要看看到底谁才是被没求。 看到了吧,超人大哥,他就是被没求,我是赛罗呀。 好你个被没求,他们两个都是你的小弟,当然都听你的。 超人大哥,你这次真的错了,他才是被没求,你把真的赛罗封印了。 哎呀,我现在头都大了,我把你们两个照片发出来,让小朋友投票,支持左边的就发送666,支持右边的就发送三朵小花花。 我倒要看看谁才是真的赛罗。 我列尘在灰封人身上,我列尘在兴尸归影下,我列尘在南,舍心地跃洒,我列尘在北镇长城乌鸦,浮浅空未有,看长安落花。 我列尘在北镇长城乌鸦,我列尘在北镇长城乌鸦,小三罗你个吃货,你快别吃了呀,爸爸妈妈出去打怪兽都一天一夜了,你都不担心吗,还有心情在这里吃东西。 格力乔妹妹,爸爸妈妈这么强大,他们能有什么危险,你就别担心了。 小赛罗你在干嘛,不是说好的,如果我们没回来,你就把奥特勋章给我送来嘛,你看看,现在都几点了,现在有一群怪兽紧追着我,你快拿着奥特勋章过来啊,再晚就来不及了。 小赛力乔,你就待在家里,哪里也不要去,我要把奥特勋章给赛罗爸爸马上送过去。 哎呀,不好,刚才吃的太多,我飞不起来了,我现在只能抱着奥特勋章去帮助赛罗爸爸了。 赛罗,我终于抓住你了吧。 老大,这次我们派出了这么多怪兽,才把赛罗抓住了,是不是有点亏啊? 小大大,看我的黑暗魔法,我这就把赛罗给黑化了,只要把赛罗黑化了,以后光之国就没人是我们的对手了,我们就转大发了,我只要一天时间就能把赛罗彻底黑化了。 哎呀,看来我还是来晚了一步,这可怎么办呀? 老大,你看,那是小赛罗,你赶快在这里黑化赛罗,我们去抓住小赛罗,绝对不能让他回去通风报信。 哎呀,不好,被发现了,我刚才吃的太多了,我跑不动了,我把赛罗的帅照发出来,只要有人给他光,他就能获得无限的能量,打贝利亚。 赛罗爸爸,你快起来啊,不是说好了,今天带我去游戏。 游戏场玩嘛,你怎么还在睡觉,太阳都晒屁股了。 小赛罗呀,今天爸爸身体不舒服,你还是和其他小朋友一起去玩吧。 爸爸你就是个大骗子,答应的事都办不到。 于是小赛罗一个人失落地离开了。 赛罗呀,你为什么不告诉小赛罗真相,你是为了保护大家,才被怪兽打成了重伤。 格力乔,现在小赛罗还小,打怪兽的事情还是别告诉他了,不然他肯定会去找怪兽报仇。 他现在还太小,等他长大了,足够强大了,我再带他和我一起去保护大家。 而在另一边,小赛罗和小朋友们正在开心地玩耍,他们一会在海边钓鱼,一会在海边堆城堡,他们开心地跳了起来。 可就在这时,贝利亚悄悄地来到了小赛罗他们身边。 小赛罗玩得很开心嘛,贝利亚叔叔带你去个更好玩的地方。 救命呀,救命呀,谁来救救我。 此时,杰德正在天上巡逻,他听见了小赛罗的呼救,他飞快地来到了小赛罗的身边。 贝利亚,你赶快放下小赛罗,不然我给你好看。 你这个逆子,你居然敢坏我好事,你吃我一拳。 杰德叔叔,你怎么样了,你的身体好虚弱,我这就带你去找赛罗爸爸,他一定有办法帮你恢复的。 不好,赛罗爸爸和格利强妈妈怎么都躺在了地上,这到底是怎么回事,他们的身体好虚弱。 小赛罗呀,他们只是为了保护大家,暂时失去了光,只要小朋友给他们光,他们很快就能恢复的。 奥特之王爷爷,都是我不好,我不知道赛罗爸爸受了这么重的伤,我还叫他陪我玩,以后我一定好好训练。 长大了,我也要和爸爸妈妈一样,保护大家,这次是我错怪他们了。 小朋友们,我把我爸爸的帅罩发出来,你们愿意帮助我爸爸赛罗吗? 相信你还在这里,从不曾离去,我的爱像天使守护你。 这天赛罗哥哥正在锻炼身体,突然他的电话响了。 爸爸,爸爸,大师不好了,你快看看这是怎么回事,这个大龙虾抓了杰德奥特曼,周围全都是怪兽,旁边还有奇怪的法阵,杰德现在的姿势很奇怪,他想走出来可是就是走不出来,你快想想办法呀。 不好,怎么有拍照的声音,贝利亚老大是小赛罗在偷拍。 你们赶快去抓住小赛罗,不能让他回去通通报信,我这次必须把我儿子恢复黑暗,让我们一起统治光之国。 赛罗爸爸,我被发现了,你赶快来救我呀。 小赛罗你坚持一下,我这就以最快的速度来救你。 相信光的小伙伴,你们愿意发送能量给赛罗吗?让他获得更快的速度去救出小赛罗。 好你个贝利亚,又在这里干坏事,居然还想把杰德黑化了。 赛罗你很嚣张吗?杰德是我的儿子,我唤醒他怎么了?现在谁还相信光? 贝利亚你既然执迷不悟,那今天就让你见识一下我的厉害。 这赛罗哪里来得这么多慌?这次算我们搞没,小子们,我们走。 赛罗爸爸,你怎么了?你流失了太多的能量。 小赛罗,这次我消耗了太多的能量,我没办法帮助杰德恢复了。 就在这时奥特之王出现了。 赛罗,我已经感受到奥特战士有危险了,你好好休息,剩下的就交给我吧。 于是奥特之王散发出大量的光之能量,终于杰德恢复了光明,赛罗也恢复了正常。 小朋友们,只要你相信光,我们奥特战士就会在你危险的地方,出现在你身边。